在當日的上午 一名70歲的香港男子 即是案中的死者 就在北區大會堂堆出的馬路 被人用硬物擊中的頭部受傷 第二天是傷重死亡的 事件中也是另一個 本地的61歲男子被襲擊 導致眼部受傷 警方到現時為止 總共是拘捕了三男三女 其中有五個都是未成年 年齡六人是介乎十五至十八歲 其中兩個被捕的人 男子分別是十六和十七歲的年輕人 今天已經被正式落案檢控 他們兩個人會共同被控三項罪名 包括謀殺、蓄意傷人和暴動罪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 ON.CCCOINS和取豐富獎賞